咱们这次作文写的最好的同学是 哎 肯定不是我 不是我 还能是谁啊 你们这帮弟弟 那不是你 你喊个啥 当然不是你 你以为标题取购我的校长父亲 我就会给你高分了吗 是邵寨主 那你 我靠 怎么会是他 来 上来给大家读一遍 啊 这次你好厉害 哎呀 真性情人 求求了 后排这帮二币千万别搞我啊 作文题目是 开始啊 大人是 作文题目是 我的爸爸 老师 你看看吧 这儿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 前面都不许说话了啊 我都哭了 没人注意到吗 有一次我考杂了 我以为爸爸会骂我 没想到他居然对我说 儿子 你找个班上吧 哎 这什么意思啊 不是老师 顿顿性 回去 我说你们班儿在干嘛 我们班儿也在读读玩 小点声啊 继续吧 我爸很爱古诗 他最爱的就是那一句 老夫疗发少年狂 王中王 火腿长 一节更比六节强 老师 我去问问 他刚刚叫了一声爸爸 然后下面呢 叫一声什么 爸爸 我锁一句猴儿 来 大家把语文试卷拿出来 不是音乐课吗 可恶 他怎么什么课都强啊 哎呀 儿子都是睡觉 耶 我最喜欢上语文课了 别这样 显得我很笨 因为这次考试大家考得太差了啊 所以这节课 我请大家吃东西啊 王老师 我要去你班儿 信王的 你搞我是吧 这张卷子有哪些题大家不会 哎呀 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思看卷子 我古诗题不会 老师 好 我们来看古诗第一题 天苍苍野茫茫 你们谁要火腿长 都不学校 能不能小点事 火腿长来一个 滚都长 这老师干说唱的吧 下一题 借问酒家何处有 三点一四一五九 二六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不是在吃东西吗 天吃东西偏学数学 有什么问题吗 行 最后一题 争渡 争渡 狗散故事悬往 哈哈哈哈 妈妈 这有我 我操 押运几层啊 你是陕西人吗 不是 那你讲鸡毛西安话呀 我就为了押运 怎么的 我并锁女孩 老班的战斗力 有所上升啊 来 你干说唱的 别打脸啊 哈哈哈哈 这谁班上学生呢 完了 又被他逮到了 哦 我帮上的 这老师碰过 事实都能睡觉了 你再大点声 隔壁校长事实都听见了 身体不舒服 报告 老师 我就知道你会来 我刚刚那事装得够可怜吧 音调好情感高 你手机我不会给你的 回去吧 让你上课拍我丑照 哼 老师你也太瞧瞧我了吧 我怎么会这个时候拿手机呢 啊 不是老师 我是来问题目的 跟我来这条是吧 我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来 来问吧 就是这几道古诗帖 装也不装得像一点 这古诗帖工有什么好问的 我再讲一遍啊 王室北定中原日 恭喜你 你什么意思啊 北定中原了 我祝贺一下它怎么了 让你祝贺了吗 拜托 音效很难的好吗 下一题 空山新雨后 Unbelievable 哈哈哈哈 你可以不玩笑笑乐了吗 啊 我不玩了 家人们 眼泪笑上来了 好 最后这题 芳草七七 CPDD 你呀 什么意思啊 我不玩笑笑乐玩完就不行了 我死了你孩儿 哎呀 真激烈呀 手机都打飞了 那又不是我玩手机吗 哈哈哈哈 月考成绩都看到了吧 看了 表扬我班老师 看我考的多好 他为什么那么大声 他连班机前20都没进啊 这次让我爸做我呢 还是让我妈做我呢 我们班又是年纪到水 啊 是时候考虑转班了 所以 我们这节课 给大家看电影 看电影 不会是想勾引我转去他们班吧 新王的 你就得瑟你们班考的好是吧 我们这节课讲卷子啊 讲个灯啊 我想看电影 太好了 我刚好有几道题不会做 你真的好讲 先看古诗题 他要是我姐 我爸会揍他们 山崇水富银无路 MAC后面不加兔 卧槽 还挺要运 你们不是在看电影吗 英文电影 顺便讲解语法 这么卷 那我还去不去他们班啊 下一题 老夫疗发少年狂 至甚亏不含糖 救命 太好笑了 你就不能把广告跳过吗 再下一题 巴山储水凄凉地 就等于CMDT 怎么还有物理啊 别动我笑 我快变不住了 都在自己位置上坐好 这物理公司怎么回事 你管我 我锁你的 谁赢了我就去谁班上办 哎呀 这针对力不足我爸一半呢 我操老爸我来揪你 哈哈哈哈 睡着了吗 拿回手机的机会来了 报告 哎呦我操 嗯 大中午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进来 老师我来背鼓湿了 等泡面泡好的时间来浅装一下吧 好 开始背吧 静夜思 礼白 你就不能让他上课了再背吗 不好坤 让你老师针对我 今天你就别想睡了 人家来都来了 我背完了老师 装完了 去吃泡面了 赶紧回家是吧 我再抽成你两道骨尸体 老人是吧 可以 完了 我的泡面 完了 出不去了 垂死病中金座起 别说我的卡路里 哈哈哈哈 别对我笑 大中午跟你干嘛 我放小哥贴他什么事 黄老师有点东西啊 算了 不跟他计较 老己福利 志在千里 无掌心恶 做回自己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啊 中午没吃饭呢 饿了 谁吃了呀 忍着 伤女不知王国恨 王老师你怎么不接了 这句我不会呀 呃 伤女不知王国恨 隔江游唱 熊吉官 我说你 哈哈哈哈 我说你 虽然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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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简单的古诗墨写 居然做这么离谱 少年主上来 玩独指 被这个星期狗儿透露了 让你抄我的 这下完了吧 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下一句是什么 左千黄 右情仓 你写了什么 给大家读一下 不是你听我解 大人说读 老夫聊发少年狂 喜洋洋 灰太郎 哈哈哈哈 后面还有 熊大熊二 对抗光头强 哈哈哈哈 下去站着 好嘞 下面的同学还好一次笑 你们这次考试考得稀烂 这次考试咱们班怎么又是第一啊 不等了 下课就转去王老师班上 我把正确答案读一遍 都仔细听啊 两个黄黎明脆柳 隔壁老师单身狗 啥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说好了不许提这事儿吗 先看下一题 借问酒家何处有 单身狗不配喝酒 什么意思啊 哈哈哈哈哈哈 凭什么单身狗不配喝酒啊 啊 我 哎王老师 咱下巴喝点去呗 啊去哪喝 都可以 哈哈 最后一题 垂死边中金座齐 小丑竟是你自己 我说你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轮到哪位同学当小老师来着 轮到我了老师 一个坐后排的 也好意思当小老师 上来吧 这堂课交给你了啊 你就等着出洋相吧你 这主一定要加油 上一边去 哈哈 高宝 今天我要上的内容是逍遥游 哎呦可以少背一堂课 北米有鱼 齐名为坤 坤之大 一口铁锅跟不下 别理解 继续 二位鸟 齐名为鹏 鹏之大 要用两个烧烤架 一个毕制 一个麻辣 这好薄啊 老师 方子干得漂亮 隔壁班真丑 方伯好像在上美食兴许课 这节课还是我先来吧 好吧 方子咱俩这梁子等着厕所解决吧 好这节课我们接着讲与美人啊 温君能有几多愁 来是抗 去是狗 不是再上兴趣课吗 我刚才想上英语课了 不可以吗 好行 大家不要被外界所干扰啊 我们继续 小楼左眼右 东风 Where is my phone 你找什么 少许你 Where is my iPhone 是什么意思啊 文码 我算你还 看看你俩这古诗词填空 笑话吗 干 早知道就不抄苏理校那个2B的了 让你瞎抄别人的 把我也害了 老师你骂我吗 我可不敢骂你 看看你们写的这一天 别念出来求求了 垂死病中金做起 还扶摇值上9万里 人才 还有这一题 书山有露情为尽 这一题也错了 你们写的血海无涯 我就说嘛 回头是案 老师你重罚我们吧 别撤我班尾的职务就行 你俩背一遍木兰词 过了这事就算了 老师我先来 一遍过啊 在王老师面前给我长长脸 开始吧 鸡鸡腹鸡鸡木兰刀护之 可恶不会让他装到吧 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义 女意无所思女意无所义 你要买我车 同此替爷争 东市买骏马 五脉 西市买安肩 五脉 男市买配桐 五脉 北市买成边 找别人来去 世界军我还参不参了 我说你狠 还是想说一下 让你们相互批改试卷 你们给我瞎搞是吧 完了 我就说不能给满分吧 老师 是有人乱改分数吗 是的 就我自己看到的话 也就算了 关键还是隔壁王老师发现的 真是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谁呀 谁呀 老师你把名字说出来吧 别喊别喊 我知道你给你同桌扣分 精确的标准封号了 是哪些人他自己心里有数 有些题错的这么离谱 居然还给满分 咱班这次相互改试卷成绩很不错啊 没有出现某些班级 瞎改分数的情况 跟着绿茶是吧 完了 脸都丢到隔壁班去了 比如这一道股市前扣 众里寻他千百度 忽然回首 他却在那驴棚深处 吃着草靠着树头上 裹着擦脚雾 哇塞谁家的女的股市 真是个人才 开人呢 我自己的家是姓王子 你别插嘴了姓茂 现在应该安全了吧 还有比这题更离谱的 不是吧 还来 翻译一下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股市 他怎么翻译的 他说 他父母在我手上 他跑过来 我说我还 早自习是谁上课睡觉被校长逮到了 死到临头了还能睡着 心真大 上我的课居然还可吹 你干嘛 老师早上好 都大中午了还早上好呢 现在的上课 等下课来我办公室 好好的教育教育你 看看你写这些小纸条 谁呀 不会是谁写过我的情书被发现了吧 现在的老师都不容易啊 现在是黄金时期 大家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乱了 困劲又上来了 有一句歌词怎么唱来着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明天和后天的苟且 我这一条 小纸条写了就写了念出来干几毛了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你有你的诗和远方 我有我的蓝语肖章 我不能别念了 本来我不想请家长的 这下别怪我了 老师你那手机挺不错呀 iQoo10 Pro就充电挺快那个 降速咋样老师 你回家去你爸手机上看你就知道了 刚刚说到哪儿了 刚刚念到哪儿了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哦对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前任发来的情体 小男孩 一座男孩 朋友们都把书关上 我们开始古诗天写 这这么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抽很有劲了吧 我操 有了这玩意儿 你们谁也别想抄到我的 好准备听一听 少小离间老子 昨天来学习布兰词啊 大家把书关翻 12主 去让王老师想一场 好嘞 天天让我做那个大冤种 王老师怎么说你现在想的 王老师 主要是让你声音小一点 王老师 怎么了 主要是说你声音小 报告 进来吧 来 听题一题啊 但让王老师没有误会我的意思 少小离家老大回 安能辨我侍雄词 真是七个色太广了 王老师 小热烧 我们班儿鸡血呢 好 我下轭烧 下一题 仰天大笑出门去 归来以仗自探其 怎么了 你刚不是上的木兰词吗 怎么又斗虎了 你别管 我有我的搞法 你等着 没事啊 我们继续 春死病中 精作起 小问客从何处来 这可是你自找的 王老师 行路难 行路难 东风无力 百花残 我把他气来了 班长 把前面锁上 你故意的 我有我的搞法 你别管 看我不锁死你 来呀 锁喉这块我还没怕过谁 朱老师这次属实是站起来了 哎呀 你们不要再打了 你们再打 再打了 我生气了 哈哈哈哈 开始了 这次我一定要立出高冷的新人生 朱俊梦好 老师今天怎么这么冷酷啊 看我把场子热起来 老师两个月不见你变帅了 哈哈哈哈 怎么一个暑假没见他还是喜欢玩尬的 哼 高冷的人是不会回应虚假的赞美的 新的学期又开始了 孩子们 老师想死你了 这么大把年纪了 一点都不惊喜 这学期我一定要改掉暴脾气 和所有人搞好关系 老师不理我 他居然不理我了 学伟你怎么了 别打理我 这学期我们班有新的规章制度 我们班也有新的制度 来 学伟 一起吃点零食 好吧 勉强给你点面子吧 班规第一条 上课不许吃东西 我不吃 如果谁上课吃东西被我抓到了 那他一定失乐了 我会上课给他点外卖 姓王子 你疯了吧 别难受了 来 手机给你玩 刚好想等一下哥哥发个说说 班规第二条 上课不许玩手机 别来这边 班规第三条 不许招惹别人 咱们的啊 事来了 不要怕事 别难受了嘛 要不我让奥特曼过来很久 哎呀 你又不又知道 走开 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被你偏爱 是否情话要诉或懂 奥特曼来咯 我服务 俗话说得好 忍一时风贫浪尽 凭杀我忍 退一步海阔天空 谁爱退谁退 反正我不退 我掐你本 你不给我打扶 你是不是钱我打不猜 不行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好 你可以 就这样吧 上课 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我会是发现我昨天溜出去上网的吧 桃花潭水深迁池 我今天早上是不是太过分了 嗯 今天王老师怎么不打岔了 黄黎明醉柳 隔壁老师单身梗 不对劲 猪王CP不对劲 哼 我是不可能先道歉的 不急往轮送我钱 这俩人绝对吵架了 我得想个办法 不可以 我磕的CP不可以避疫 好 下课 哎 留不住你们了 呃 朱老师 你来干什么 呃 这是王老师我拿给你的 那这一次就原谅他好了 你去跟他说 你就是说 一见之人 不知人凶 宽知之词也 哦 好 好 好 您看 您看这个 王老师 你怎么来了 呃 朱老师他说 朱老师说的是啥来着 他说啥了 他说 你这个卑鄙贱人 不知道你跟我都不大量吗 我这别是这样 今天这节班会课 我想好好跟你们聊一聊 聊的都是些废话 哎呀 这个王老师 怎么庆说些大实话 王老师 你们班上什么课呢 有一个孩子不听话 我招训他们一人 好 最近我们班很多同学 陷入了什么 Eno啊 网易云的情绪当中 拜托 我们那是黑话了好吗 懂不懂啊 听为师一句劝 有一句话叫做 爱笑的女生运气一定不会差 说实话 如果一个人的运气一直很差的话 那我不知道他怎么还笑得出来 谁 谁啊 我看看谁敢笑 谁啊 谁 谁笑了 我们班房子笑了 我叫醒他来的 你让他别笑了 你们这个年纪啊 爱情什么的可有黑点道 但是 但是外卖不行 什么外卖 什么外卖 哪有外卖 我点的咖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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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客气了 哎哎哎 这是我给英勇老师点的 你不要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了好吗 要是真喜欢一个人的话 你就应该努力工作 然后努力攒钱 然后在他过去生活的生活 不是 然后他结婚的时候都给点分子钱 我甩你 考试前的课间十分钟 完了完了 马上考试了 一手股市都没背下来 太好了 又少一个竞争对手 没事的 这主 慢慢来 这主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王老师 把手机拿去 你们帮充下电 等下我再你们这时间了 好嘞 带手机是吧 看我不举报你 等下的语文考试 大家都有信心吧 老师来的正好 有信心 好 出差你们提到股市提啊 你们考好了 请你们吃东西 喂 这就是传说中的食物激励法 忽略掉外面的声音 听铁 天苍苍野茫茫 外焦里嫩烤成影 老师咱还没发现手机啊 王老师小点声 再来一提 山谷棱天地盒 谁吃铁锅炖大鹅 我就爱吃铁锅炖大鹅 马上就要开始考试了 没时间了 我不生气 我不生气 其实明月汉石关 老师你看插线板 你是王老师卧底吗 不是 是我看到插线板那里有异物 你想举报直接举报不完了吗 这有些花里胡哨的 这谁 手机 这是王老师要我放这 老王的呀 这下我可以报仇了 好的 我拿去问一下是老王老师的啊 这你手机啊 王老师 是我的 这桌面壁纸怎么像英语老师 你对英语老师真是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确实 这手是非常符合我现在 再而摔三而解 所有 有什么秘密你尽管跟我说 我一定替你保密 他 他背后说你坏话 来 各位们听我说一下啊 都别吵了 诸老师有事要说 谁在吵到底谁在吵 我就看见你在讲话 这次大家考得都很不错啊 所以老师今天请大家吃 火锅 牛排 棒棒糖 放弃 看谁还是我比不上网老师 咱们这次又是比 我给大家买了炸鸡糕可乐 随便拿啊 哎 转班的话我已经说腻了 哎 老伴又被比下去了 比我放大招是吧 60分以上的同学 下节体育课去操场上玩游戏 老师终于开窍了 啊 小教育玩游戏 玩的更喜欢看书 玩什么游戏啊老师 玩 丢手绢 你敢敢再幼稚点 老师没救了 我喜欢玩这游戏 这游戏太好玩了 大家把手机拿出来 下节体育课我们玩暗黑不行 你要给我对着杠是吧 你听一听 这才是正常人类该玩的游戏 你希望你是吧 告诉你 我跟你讲讲我的计划 老师不带我玩 我自己玩 我们和隔壁班一起玩暗黑 nice 好那我们没带手机的怎么办 没带的话就只能在教室被输了 好 有手机的同学 操场集合 他玩音的 学校没令记者 让带手机 你明知不犯 干嘛呢 朱老师 按我们的计划 没收他们的手机 你帮我呢 什么计划 这说好一起带孩子们来玩暗黑不朽吗 刚好我们俩也一起玩暗黑刷个副本 你搞我 得 这次朱老师彻底被比下去了 孩子们这次考得这么好 你要让我玩活怎么了 你们把孩子真可怜 我还下记本 哈哈哈哈 给我打辅助是不是前往打菜 不行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好 你可以 就这样吧 上课 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呀 不会是发现我昨天溜出去上网的吧 桃花残水深千尺 我今天早上是不是太过分了 今天王老师怎么不打岔了 黄黎明醉柳 隔壁老师单身梗 不对劲 朱王CP不对劲 哼 我是不可能先道歉的 不急王伦送我钱 这俩人绝对吵架了 我得想个办法 不可以 我科的CP不可以B 好下课 留不住你们了 朱老师 你来干什么 这是王老师我拿给你的 这一次就原谅他好了 你去跟他说 你就是说 以见之人 不知人凶 宽知之词也 好好好 这么长的文档 半天都没翻译完啊 我还着急去开会 黄老师您发给我吧 我帮您翻译 你可以吗 我不可以 朱老师可以啊 就他 您放心吧 您发给我吧 好吧好吧 那我先走了 您看您看这个 黄老师 你怎么来了 朱老师他说 朱老师说的是啥来着 他说啥了 他说你这个卑鄙贱人 不知道你跟我招不大量吗 我是别生气 老王 你送我 我送你 小军 一张板都用英文怎么说啊 这不正好问到 我的专业领域了吗 阿班的 你耍钱 我安静点啊 我是不是组错班了 今天是替夫上课吗 你们朱老师有点事 等会儿来 先自习啊 来了来了 谢谢你啊 老王你先回去吧 拜拜 我感觉你们班孩子挺聪明的 没你说那么闷呢 哼 肯定不是说我啊 你诽谤我 我可没说 你先回去吧 来我们开始上课 上来主 让你背的古诗背了多少了 背完这一篇 再背两篇 就背了三篇了 寓言的艺术 不错啊 继续努力 我们今天学习 声声慢 理清账 朱老师上课才迟到 能别提这招了吗 哎 该来他总会来的 看这一句 赠一个仇字了得 道主设不得大扯 有啊没完了 还打车打车多贵啊 面子 行行行行 算了 咱们换一手奖啊 奖忽如一夜 等等 我如果继续讲忽如一夜春风来 老王肯定会借F服等于肉眼鸡飞牌 算了 我还是直接数了你吧 我 看一位考生 老师我考初期学生 我说上句你就下句 智者不若爱和 欲他难作自责 我出去 你学饭来到什么了 智者不若爱和 王八不失秤妥 教堂的白鸽不会轻盲乌鸦 厕所的老八不会饿着回家 下一关 第二个科目考表演 看看你们谁弄不混过关 谣言主题是什么 老师我要上厕所 不行了老师 加加加加 老师我也要上厕所 太假了太假了 老师你闻闻闻 来闻闻闻闻闻闻 你赶紧去 第三关查研观测 校长刚才没收了一位学生的手机 请问教长此刻就在讲 想给同学家长打电话 他想要再给这位同学一次机会 校长现在心里想的是 那部苹果十三很不错 他自己那部手机用了很多年 卡的不行了 他在想给自己什么时候换一部手机 完全 后理上考考试 谁的分数低谁过程 老师我在这儿 我的选择的全是用骰子骰出来的 老师我家愿 不然我所有大爷都只限了一个姐 老师我也教训 我的签子写满了 太晚了 哎呀我这个小糊涂蛋 我忘记写名字了 恭喜你通过学校考试 当老师着急下课 别催了别催了 还有五分钟 我今天必须准时下课 哎呀刚当上学尾我的表现表现 一定要按时下课 我憋不住了 这问题也讲不完了 我们下课 老师讲完吧 我们不想下课 别跟着我们我们 我们跟你不熟 你不想别人想啊 我队友都等着我呢 那我们把这套股市解析讲完吧 我们班提前下课 快去食堂小卫去 这才是正常班级该干的事嘛 不行 我要再想想办法 要不我们也早点下课去食堂 太好了 我要得救了 讲完这题吧 这题我做错了 好 我们继续讲一江南啊 虽然我也很饿 但是都已经装到这份上了 但是你听讲不要查 江南好 作者为什么说江南好呢 因为江南 江南将每一条街 打听打听谁是爹 这时候别等我笑了 我真又憋不住了 这首诗啊 作者还刻意强调了时间 因为学生到了放学时间 老师也需要自己的空间 别打住了 我出去快点找完 懂吗 原来老班也蛮暗黑不休啊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句 老师我们不接 您慢点讲 日出江花 红色火 老师我想上厕所 可算找到机会下课了 你去吧 下节课我们人都齐了再讲啊 人都齐了 二老师您还没留作业呢老师啊 当你 这哪里是好 你知道爸妈别急这个点故吗 凭什么问他不问我呀 我可是学学语员 别讲话了 现在是下课时间 呦哼 反了是吧 下课也不行 我要复习 我就要讲 不要跟老年对着干是吧 吵些什么 他要打我 别装了 我在走廊就听见你的大嗓门了 先别吵了 我说个师姐 哎 这话不干演员真可惜 明天的语文周考 很有可能会考初试表 这个消息只有我们班知道啊 同学们 赶紧背诵初试表 嗯 他怎么也得到了消息 不用客气王老师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再带你大家抓紧复习一下啊 先帝创业未办 而终道公俗 那我也不善刚啊 初试表 完了 不能劳理他 这是他的寂寞 三顾沉鱼 草庐之中 成衣就拒绝 初试表 还在玩呢 你为什么老是要打当我啊 我怕 那你发誓以后不打当我了 可以没问题 我们忘了刚刚外界的干扰啊 可是真的很难忘记 先帝 先帝创业 先帝创业未办 邦帝华王宇 说 好消息啊 放暑假时间已经出来了 剧本商 电影院 通宵上分 不用早起 刷 看综艺 看韩剧 看哥哥 嘿嘿 学伟你放假准备干嘛呀 看书 我最爱看书 先别讨论 我还不准备把放假时间告诉你们 接学校通知明天放暑假啊 信王的 不是约定好不剧透的吗 表现的机会来了 想想足足两个月的时间见不到老师了 你们还开心的起来吗 季末考成那样 你们还这么开心 说使使劲儿 那些比你们优秀的人都还在努力 那你们努力还有什么用啊 王老师说的在里面 很难不认同 暑假多待在家看看书 搞搞学习 谁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 多出去和朋友互动互动 我忍不聊了 这不我站住老师 多安静一点 你们吵得我吃瓜了 你有什么老师要针对我 我没有针对你 我只是想引起你的注意 引起我的注意干什么 我只是想要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告诉你 花花世界迷人眼没有实力 红色脸 过来我索一下 请同学们认真看我和体育委员的表演 敢在我面前表演 半门弄斧 准备 开始 你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我 我甚是开心哪 这不兄 哎呀我也开心哪老师兄 请问哪句古诗适用于我们刚刚的场景 这谁能看得出来 不会这么简单的题你们都不会吧 这都猜不出来 很明显这是有棚子远方来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然后变速是吹这边 很冷点吧 哈哈哈哈 你能不能不要干扰我啊 你那表演就是方式挺新年 要你花了 我变了 下面我们来玩古诗抢答 谁敢抢我会的题我就记谁的名字 第一题 老夫疗发少年狂 发掘机 哪家强 中国相当 找兰祥 我一定要找王老师学书唱 喂 没有人会这一题吗 下一题 八山储水凄凉地 我下角能领腐力 什么腐力啊 你客人哪有什么腐力啊 啊不行了不行了 刚刚那句是的下一句大家想起来没有 是刚刚是哪句来着 八山储水凄凉地 等把AKRush 毕竟你喝 哈哈哈哈